在年底之前做好税务规划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必修课 美国税务法规一年一个样 为个人理财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光是掌握税务的条条框框就已经够让人头痛的了 更何况还要兼顾每一项变更带来的重大影响 202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您的税务安排是否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呢 自己亲力亲为的省税策略有没有踩雷反让自己亏钱呢 来听听我们的首席投资长官对岁末年终的省税建议吧 年终到了有什么税务规划是不管你有赚钱或是没有赚钱都可以利用的呢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对投资人来说年终有什么税务规划可以利用 首先假如你今年有一些亏钱的股票部位的话 可以检视一下这些亏钱的部位有没有可以现在出售 实现损失用来抵税的部分 当然做这个的前提是你之前有足够的 以实现的资本利得可以扣抵 不然的话至少在3000元的范围之内 还可以扣抵你的ordinary income 如果这些都用完了还有多的话 那这些多余的损失呢 就只能抵扣以后年度的资本利得 以及ordinary income 有的观众朋友可能会问 如果有的部位我是想长期持有的 我能不能在卖掉实现损失之后 马上把它买回来呢 答案是不行 国税局有一条规定叫做wash sale冲息买卖 如果你在实现损失之后 30天内马上买回来的话 那么这个损失就不能够扣抵 这个是观众朋友在做这个tax loss harvesting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我们讲完了亏损的部分 如果你赚很多钱的话 有什么税务规划的工具可以利用呢 如果你平常有一个捐赠的习惯的话 可以考虑把获利比较多的股票捐赠给慈善机构 你捐赠的金额部分可以用来抵税 而且你的股票的未实现的资本利得 也不用克资本利得税 除了捐赠给慈善机构之外 也可以考虑捐赠给donor advice fund DAF 那donor advice fund呢 简单来说呢就有点像family foundation 但是成本门槛比较低 而且有专人可以帮你处理行政管理 以及投资管理的事务 设立donor advice fund之后 只要决定你想要捐赠给哪个慈善机构就可以了 那donor advice fund有什么好处呢 主要有两点 首先捐赠给donor advice fund的金额 当年就可以抵税 不需要实际捐赠给你想要捐赠的慈善机构 此外呢 放在donor advice fund里面的投资账户 之后的投资的增长 全部都免所得税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每年可以赚5% 然后再捐赠5%的话 你的本金永远都不会受影响 可以持续对不同的慈善机构进行捐赠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 年终投资人可以考虑的税务规划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理财 或是保险等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 您的意见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期的话题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欢迎按赞以及点击小铃铛 关注范宇财经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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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